台北市长蒋万安率团飞往新加坡 进行了围棋四天的参访行程 这也是他上任后的首度出访 蒋万安一行人刚下飞机呢 就先参观机场内的星耀张仪 这里有全世界最高的室内瀑布 在建物中融入水植物等自然元素 对降温有很大的帮助 而台北市呢同为高温炎热的都会区 在节能减碳环境永续问题方面 星耀张仪的做法很值得学习 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后首次出访 率团前往新加坡展开围棋四天的参访行程 抵达后第一站 先考察位在新加坡机场内的星耀张仪 这里有全世界最高的室内瀑布 在建筑物中融入水植物等自然元素 广安安对于超过上百公顷面积用地 都是填海造陆的成果相当惊艳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规划出来 2030绿色计划 有非常明确的目标 而且相关的行动方案 比方来讲他们一定的2030年前 未来在尖峰时段 75%的运输都要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20%的学校要达到碳中和 以及规划未来要增加三倍的自己车道 最后则是到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 听取简报 希望透过跨部门合作实施 2030年绿色计划 由工部门带动整体市场 往永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讲完安期待考察收获满满 把宝贵的经验带回台北与市民分享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到 炎炎夏日真是吃芒果的好季节 为了推广来自台南的芒果 台南市政府跟国内连锁福利中心合作 从7月7号起在全台 1100家的门市优惠开卖 喜欢吃芒果的饕客 不必专程到台南产地购买 只要在住家附近就能够买到畅销日韩 跟新加坡等地的台南爱文芒果跟金黄芒果 交通安全走路要走旁边 但是买芒果千万要看这边 幽默口吻 亲和力爆表 打动饕客的心 台南市长黄伟哲专程北上 来到国内连锁福利中心 站台推销自家产地芒果 这还不够 黄伟哲更在现场DIY口感 酸酸甜甜的芒果奶酪 分享给大家品尝 在炎炎夏日中既清凉又消暑 我在日本的超商看到了日本的消费者是一直一直排队在买 然后大概一小时就完售 然后提代率百分之百 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的好吃的芒果 人家国外外国的朋友都一直非常非常肯定 那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更是 这个人家都吃得到怎么可以不让我们这个台湾的消费者吃到 来自台南的艾文芒果跟金黄芒果 入口即化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 一口接着一口 而为了让全台民众都能品尝 大受日韩消费者欢迎的优质艾文芒果 台南市政府也在要件与品质上严格把关 并从7月7号起 在全台连锁福利中心通路上市 价格相当优惠 台南的芒果种在南西玉井 与南瓜地区 那属于山区 那种在高山上的芒果 它有充分的铸造 及排水良好 社会特别好吃 还有我们台南芒果 从生产到采收 需要7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在果素上 吸收很多大气的养分 富含维他命AC与丰富膳食纤维 可以强化免疫力 保护皮肤健康的台南芒果 不论直接切片先吃 或是打成果泥冰沙 做甜点 榨果汁 都相当美味 台南市政府欢迎所有 喜欢吃芒果的饕客 把握现在品尝台南极品 芒果好滋味的最佳时机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导 学生放暑假没有安排行程 应该可以多陪陪家中的长辈 增进祖孙感情 台北市大通区的健康服务中心 规划了祖孙化家常的活动 邀请长辈带着孙子一起动手做绘本 小朋友用文字跟图像 记录阿公阿嬤的生活日常 看似平凡却处处洋溢着幸福 有动也没关系啊 有动代表是你刚刚自己亲手做过的 亲子专家介绍故事绘本 简单线条 记录充满想象的生活日常 让台下大小朋友听得入迷 紧接着换小朋友动手做 画下平时阿公阿嬤在家日常 看似平凡却充满幸福 很高兴我们祖孙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他们渐渐长大了 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机会 好像相对的减少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住在一起 然后也没有什么互动 那借这个机会也促进我们之间的感情 有些阿嬷喜欢种花 或是躺在床上滑手机 阿公则是会煮早餐喂饱全家人 退休生活丰富精彩 透过孙子分享格外有趣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规划祖孙画家常活动 让阿公阿嬷陪孙子一起创作 增加祖孙互动 透过手作的课程 可以让祖孙们的一些关系更加紧密 那今天的课程 我们有安排就是绘本的创作 跟长者说故事 那我们有邀请专家 那就是进行绘本的一个分享 让祖孙一起听故事 平时孙子专注课业 趁暑假期间 可以陪阿公阿嬷到外面参加活动 借着分享生活 拉近彼此距离 也鼓励长辈们不要宅在家 多出来和人群互动 身体才会越动越健康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过去肺癌患者只能够透过化疗 放疗以及标拔药物来治疗病情 即便选择多样化 但医师认为患者五年内的存活率 依旧有改善空间 如今的免疫治疗的加入 弥补了过去难以完全消灭癌细胞的不足 早期术前介入 不但能够降低手术的困难度 也能够有效地降低术后复发的几率 近年来癌症治疗迈向精准医疗的目标 过去肺癌患者只能透过化疗 放疗及标保药物来治疗病情 即便选择多样化 但医生认为患者五年内的存活率 仍旧有改善空间 只有早期的病人开刀完之后 才有办法治愈 但是整个早期就是开弯刀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病人会产生复发 所以现在整个在术前的辅助治疗 跟术后的辅助治疗的这种角色 就变得非常重要 就是来加强他手术完之后 能够治愈的这一个的几率 临床中肺癌诊断分为早期治疗 及晚期治疗 早期已根治为目的 透过手术服以化疗 放疗等方式来治疗 晚期则透过标靶药物 来为病患进行治疗 现今免疫合并治疗 能够帮助降低病患复发 增加存活率 那我们一直在寻找有更强力的武器 可以去把这些 找到这些癌症 然后把它杀掉 那免疫治疗的加入就是 在这个部分弥补了 我们这一段的就是不足 那它不只 第一个是让 如果在手术前给的话 它不只让手术本身的困难度下降 切干净的机会变高 那而且也会让手术后的 复发机会降低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过去 我们治疗的瓶颈上 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 医师表示 过去的治疗方式 只有5%的疾病控制率 免疫治疗加入 弥补过去 难以完全消灭癌症细胞的不足 早期术前介入 不但能降低手术的困难度 也能够有效降低 术后复发的几率 记者陈敏伦 采访报导 台北市一名诚信保险员 误信网络投资股票 短短三个月汇出现金 1039万 事后发现被骗向警方报案 警方组成的专案小组 扩大侦办 逮捕具有黑道背景的 刘信主贤 以及王信车手等成员共9人 并起出了手枪跟毒品 初估至少26人受害 不乏所得高达4000多万 特勤人员全副武装破门攻坚 嫌犯四处躲藏 还是被警方一一制服 这家位在台北望华的水产公司 华阳头卖狗肉 其实是诈骗集团管理账款的水房 具有黑道背景的刘信主贤 诱骗民众投资股票 等被害人汇款才知道受骗 初估至少有16人受害 损失高达4000多万元 王信车手头 他在收水之后 就会立即的将账款上缴至集团的洗钱水房 以这样的方式来隐秘犯罪所得 诈骗集团之所以会被锁定 主要是因为有诚信保险员向远警报案 表示自己三个月汇出1039万元 事后才发现被骗 警方破报展开调查 成功在两处据点逮捕刘信主贤 以及王信车手头等成员共9人 当场起出手枪毒品及现金等张证物 那全案总计查过到9人盗案并且查扣了 自制手枪一把子弹15发 安非他命以及Ketamine2BDP 还有不法所得新台币20万8千元等等的张证物 警方征讯后将主贤及共犯 依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嫌 移送检方侦办 刘信主贤经检方负讯生押后 法院裁定60万元交保 其余共犯都以5万元交保 警方也将扩大追查 隐身幕后的诈团金主 与化物机房 彻底打击不法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散毒再进化 毒品新增人口下降 只是第一步 我们更要支持戒毒者 当他们失去接纳支持 毒品可能又趁虚而入 政府提出再犯防止推进计划 减少毒品带来伤害 更需要用友善接纳关怀 支持戒毒者回归正常生活 大家好 我是李懿 各位朋友 如果你在求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 真材公司需合法立案 且正派经营 第二 千万不要随便交给陌生人 你的账户提款卡 或者是身份证件 也不要乱签署任何文字契约 第三 通常跟你讲说 钱多事少离家境 通常都是诈骗陷阱 你可以直接打165询问哦 中路失贝秀 READY GO 一旦违规没有失贝秀 只有警察秀 提前多点注意安全与你相遇 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的远警在巡夺的时候发现了一辆汽车的连续闯灯 拦茶之后得知车内有一名女子昏迷 家人急忙要将她送医 远警立即协助开到 短短5分钟 就将昏迷的女子顺利送医 完成了即刻救援任务 也让家属相当感谢 一辆车狂按喇叭 甚至还闯红灯 巡逻远警发现急忙鸣笛加速追车拦茶 本来以为这辆车交通违规准备开单 没想到车窗摇下 竟然是有一名女子昏倒 家人开车要紧急送医 才会不管一切的直直冲 远警直到后也立即协助开到 帮忙把昏迷的女子送到医院 我的左后方有一台汽车加速 然后长按喇叭 然后闯越两个路口的红灯以后 我就鸣笛上去把蓝停下来 然后驾驶摇下车窗 跟我说她太太也在车子晕倒了 然后我就通报我们的亲户指挥中心说 我要帮她开道 引导到我们最近的医院急诊室就医 大家一起合力将全身贪乱的女子扛上了轮椅 在警方的鸣笛开道之下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抵达了医院 顺利让昏迷的女子就医 把握了救治的黄金救援时间 暖心的行为让家属大大感谢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戏指江子辽路进去是一大片的山区 每道台风大雨这个路面容易去淹水 除了去年这个台风在上个月的强降雨 因为大量山水冲刷下来 排水不及造成水淹路面积水20公分 所以新北市议员张景豪服务处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现场会刊 要求进行排水改善 这张照片就是之前强降雨 大量山水冲刷下来 在排水不及的情况下 全都漫流在路面上的情形 积水有20公分深 严重影响冷车通行 这里是江子辽路 因为这一带都是山区 每次豪大雨水淹路面 让里长很困扰 去年10月16号 台湾北台湾这边 因为泥沙台风 造成强降雨 那雨量非常的大 所以造成我们在东山这边 有很多的一些灾行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 传出灾害的地方 因为整个强降雨 水量 雨水 整个全部都累积在 这个桥 这个地方 所以造成这边的积水 有10几 20公分深 那都排不掉 因为这里没有排水沟 整个路面都淹水 淹得蛮厉害的 那人车过去 就不方便 那我们召集 有关单位跟气功所 来做一个会刊 那么会刊的结论 是在桥的那边 先做一个排水沟 做排水沟之后 然后连接到原有 这个江子寮路的 这边的测沟 把整个排水系统 由桥边旁边那边 整个排出去 在旧城勤后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服务处 就召集了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 要求进行排水改善 主要是因为 豪大雨或是瞬间的强降雨 目前的排水沟 根本来不及宣泄 而同样是江子寮路 再往前走 大概200公尺处 也是类似的状况 因为排水孔太小 再加上被树叶堵塞 水都积在了路面上 你下豪大雨的时候 能够整个能够承载 那么大的雨水 是没办法的 所以大量的雨水 旋解不起 它就沿着路面 就一直往下流 就流掉了这个地方 那加上这个地方呢 的这个水沟 原本没有一个 比较畅通的路口 那当然这边的地主 他就好心他自己就来 做了一个洞 让水能够排进去 那当然这样子还是不够 不足以宣泄 这么大量的雨水 做一个会刊之后 那我们的结论是 把这个入水口 这个太小的入水口 我们把它改善 把这里的整个排水 往河的方向排出去 还包括请清学队 请清学队来清理 这个往那边排的排水沟 针对江子辽路 两处容易积淹水的路段 会刊后也请相关单位 进行排水改善 让水可以顺利的排入 一旁的溪流 改善长久以来的 路面积水问题 加上惠林细子采访报道 台湾大欢评 永迦的有线电视 跟新北市公用频道 活化运用委员会 结合新中区公所 办理了媒体试图计划 CH03里长OK影像制作课程 教导里长们如何运用 手机拍摄记录里内大小事 并完成影像作品的剪辑 同时还可以申请03公用频道播出 以实现媒体禁用权 基于地方媒体的教育责任 和回馈社会大众的理念 引导民众了解媒体经用权 并能轻松贴近的 使用公用频道平台 台湾大欢评 永迦的有线电视台 与新北市公用频道 活化运用委员会 结合新中区公所 办理媒体试图计划 CH03里长OK影像制作课程 特别唯醒台一大的一个老师 来教我们在制作影像的一些技巧 那制作完毕了以后 其实我们是希望透过里长 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里长的一些日常的一些 作为一些建设 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方式 能够做录出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影像的制作 让所有的里长 能够透过这个软体的下载 来制作 然后来学习如何将我们地方的建设 地方的文史文化活动等等 透过影像的制作 能够很快速的传达出去 聘请专业老师教导新庄地区的里长们 如何运用手机拍摄 记录里内大小事 并且完成影像作品的剪辑 与大家分享 同时还可以申请03公用频道 今审核后安排播出 让大家的作品能够被更多人看见 也为自己留下美好回忆 希望透过里长这边 能够也让里民这边有兴趣的话 也能够提供我们这边一个素材 希望充实我们Channel 3 这所谓公用频道的一个 媒体技用的一个功能 希望把影片的制作 能够透过我们地方的 永迦乐的公用频道 第三频道能够来播出 让我们更多的市民朋友 能够知道我们里长的一些成果 以及地方的活动的动态 永迦乐有线电视公司 Ch03公用频道 提供地方民众各类公益团体 能够播放自行制作 具公益性 异文性 社交性等节目 希望在民众能够实现 媒体禁用的同时 建立一个地方性的公共领域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申请使用办法 民众可以到系统业者的网站查询 记者胡宇轩新庄采访报道 瑞芳去东河里的银法共餐 开办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现在是维持每个星期 有近百人参与共餐的行列 为了回馈关怀地方乡亲 观天下有线电视 特别捐赠了东河里银法共餐 加菜金 希望让共餐办得更丰富长久 当天包括区长杨胜敏 跟市议员廖先祥都特别前来 共襄盛举 每周三是瑞芳区东河里的银法共餐日 志工们数十年如一日 一早就采买和准备食材 东河里开办银法共餐 有声有色 获得地方不少肯定与支持 观天下有线电视 为了响应关怀地方长辈 今天也到场制证加菜金 瑞芳区东河里 整个绿美化跟环境的整洁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尤其老人共餐 这边的银法族的朋友 都共襄盛举 所以我们今天观天下有线电视 特别来捐助加菜金 我们希望老人共餐能够办得更长久 而且办得更好 这么多年来 我们办餐的工作做得很顺利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厂商 还有个人 各单位三星人士都有 也踴躍给我们建树 使我们这个共餐的经会 都能够很顺利 那么今天 观天下的总经理 也力领我们共餐的现场 要来给我们 做加菜金 我们也非常感谢观天下 四月有线公司 对地方的回馈 观天下有线电视公司就表示 东河里在里长带领下 那志工们将里内经营得很好 这次公司也特地赞助加菜金 希望东河里的银法共餐 可以办得更长久 那今天区长很高兴 来到我们东河里 参加老人共餐 那也特别感谢我们观天下 那捐赠了一万块的加菜金 让整个在老人家的共餐的菜色上面 可以提升 也可以照顾我们这边的老人家 居然在这边特别感谢我们观天下 每个礼拜固定的时间 都可以来我们活动中心 大家来 也不只一起用餐 大家一起来闲话家长 所以已经变成我们这边的长辈 每周几乎是固定的一个行程了 那地方也因为有我们许多长辈的参与 那许多地方的事项 也都能够在这个场合 来跟大家请益 来看看地方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需求 可以建议改称的地方 当地地长表示 银法共餐开办至今已经十多年 除了每期会向参加的长者来收取费用 另外大部分还是感谢许多赞助单位 这次观天下有限电视公司 秉持着取之与社会 用之与社会赞助共餐加菜金 让共餐能够细水长流 感谢观天下的善行意志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福大医院今年首次办理银法族垂球课程 希望能够培养长者规律的运动习惯 藉由运动可以放松心情 提升成就感 预防及延缓失能并健康促进 同时可以让长者多走出户外 并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 为迎接超高龄化社会 新北一栋养的栋健康3.0计划 针对银法族群积极部件运动场域 以及注入专业运动指导 福大医院为促进社区长辈 拥有健康的生活品质 今年首次办理银法族垂球课程 盼能培养长者规律的运动习惯 其实我们银法族的健康很重要 因为健康是一切的基礎 你要不健康 那身上说你纵使赚的全世界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还要有一个健康 我们还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垂球运动大家看起来 我相信你们为什么今天会来报名 你们就是最聰明的 因为今天这个垂球运动要用的是 手眼跟脑 这个可以怎么样 预防及延缓失能失智 要活就要动 泰山局长郑淑明表示 借由运动可以放松心情提升成就感 预防及延缓失能并健康促进 同时可以让长者多走出户外 并建立良好社交关系 一定要出来怕大 高朋友运动 所以只有好的运动 好才能够促进身体健康 郑淑明区长指出垂球是个老少嫌疑 温和医学且需手脑并用 越打越有趣的运动 福大医院办理的银法族垂球课程 期许长者都能为自己垂出健康的一球 记者吴宣泰山采访报道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机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其实在收到献丰以前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国家法官 那个当下其实我有一点害怕 我真的能胜任吗 法官都很细心地告诉我们 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现场的人他是专业的 你怕什么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谢成君 打防诈骗的呼吁 常透过交友平台认识 多文字甜言蜜语 交往不久呢 并以各种明目要求 汇款投资 寄送礼物 或者是带保管 币器手续费用 提醒民众 遇到网友要求汇款时 务必要提高警觉 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哦 新北市淡水区与福井县大饭丁 今天早上呢 在淡水区公所 在市府日台交流协会 立委代表 新北市政府长官 以及在地民意代表的 共同见证下 共同签署了 友好交流都市备忘录 双方承诺呢 将维持长久的友好关系 并致力推动双方呢 在帮助彼此的文化 观光 艺术产业 教育 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合作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区福井县大饭厅 今天上午在淡水区公所 以及市府日台交流协会 立委代表 还有新北市政府长官 及在地的民意代表 建政之下 共同签署 友好交流都市 备忘录 双方承诺 将维持长久的 友好关系 并且致力推动 双方在彼此文化 观光 艺术 产业 教育 体育的 各方面的交流合作 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也感激的 然后因为透过一滴水 纪念馆的关系 而掀起了这一段缘分 然后今后呢 这双方的交流 希望借此更加的发展 到今天地劫市之前 其实是有很多各方的 相关人士的帮忙协助 才有今天的这样子的成果 所以对这些人士 深感感激 区长期盼 在促进台日友谊的同时 未来能够扩大 双方多面向的交流 而大饭丁中总官丁长 也表示 双方最早于2009年的时候 一滴水纪念馆结缘 另外也对淡水文化观光 很有兴趣 期盼交流加深各项的合作 而淡水区长也表示 淡水区一滴水纪念馆 是日本已故文豪 水商免之父 水商绝置在1915年 于大饭丁所建的古名家建筑物 并且于民国98年 自日本跨国移植成为目前淡水区 和平公园的一滴水纪念馆 借此牵起淡水区与大饭丁 以及若洲一滴文库深厚的友谊与交流的关系 今天签这个MOU最主要是针对于我们淡水跟大饭丁 在于文化、艺术、包括教育、包括观光 还有体育等等的方面 来做一个更广泛的交流 让彼此这边一起成长 然后给大家的友谊更为一 希望藉由这样的交流 然后不只是我们淡水跟大饭丁 而且是台日的友谊能够更深更长远 这次双方签署好友备忘录 更有助于双方各项交流深化 促进彼此发展 创造出侯友谊市长一直以来 希望彼此的共好 以双方在观光旅游行销与文化活动 推广成果都很丰硕的情况之下 签署这次的MOU将深化彼此的友好关系 促进彼此发展 记得许多安逸淡水采访报道 在瑞芳地区深耕已经超过50年的 玉画民族舞蹈团 每年暑假都会举办玉画艺术夏令营 那么最近举办的开幕式 除了有瑞芳的学子参加 更吸引了其他县市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希望能够透过艺术教育 培养孩子的艺术涵养 启发孩子对于艺术的兴趣 从7月5号开始 天主教玉画民族舞蹈团 在今年暑假举办围棋五天的夏令营 课程包含认识瑞芳 芭蕾舞 美术 原住民舞蹈等等 除了课程还安排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活动 让小朋友在学习的同时 拥有更多的乐趣与互动 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小朋友 一起分享热情和才华 因为我想跟我的表妹一起 我觉得不错 对于什么会比较有兴趣 芭蕾舞 因为我暑假在家里很无聊 所以我才会想来 我很期待这次的活动 接下来的五天四夜 孩子们生活起居都会在一起 也借此学习如何自律 还有体验团体生活 此外 无论小朋友是否有宗教背景 这将是一个了解和尊重不同信仰的宝贵机会 透过音乐 舞蹈和信仰的结合 小朋友将获得更深层次的启发和成长 最主要是希望孩子们除了在课业之外 学习到一些课外的活动 可能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办法接触到芭蕾舞 或者是爵士舞 那借由这个夏令营 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也许她以后就会朝这方面去发展 那期待这今天 从今天开始的五天的活动 包括我们的舞蹈 我们的地方乡土的教育 以及各种包括美术 这些内容都相当的丰富 那让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 参加这夏令营 让我们这个收获满满 戴力林文化艺术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就说 玉化艺术夏令营 主要提供对于艺术文化有兴趣的孩子 一个学习及展现自我的舞台 五天四夜的课程包含芭蕾舞 爵士舞 民族舞蹈等等很多元 希望孩子们除了课业之外 还可以接触到许多课外活动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 新北市淡水区文化国小非常热爱动物 在三年前遇上了淡水顶田辽农场两只山羊 就把他们接到校园当中作为校羊 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放羊吃草 解决公园的除草问题 校园表示这对一公一亩的巧克力 跟可可豆山羊 今年迎接第四代的羊宝宝诞生 而且是一对双胞胎 让学童一起票选命名 分别叫做铁蛋与豆干 相当可爱 新北市淡水区文化国小非常热爱动物 在三年前遇上了淡水顶田辽农场 有两只山羊 就把他们接到校园当中作为校羊 另外一方面又可以放羊吃草 解决公园的除草问题 校长表示这一对一公一亩的巧克力 与可可豆山羊 今年迎接第四代羊宝宝的诞生 而且是一对双胞胎 也让学童一起命名票选 分别叫做铁蛋与豆干 这是我们文化国小羊羊 繁殖的第四代 今年三月出生的 那文化国小当初羊羊的初衷就是 文化国小除了落叶跟草茂盛之外 它造成我们在思考怎么维护公园 还有我们对面有个公园草皮 它后来就是因缘际会 看到淡水顶田辽的正班长 他一直在抱怨说 他的羊吃草太快 灵机一动就跟他联络 原来羊吃草 而且他不挑嘴 后来我们就引进了一对 公羊跟母羊的第一代 现在我们已经繁衍到第四代 校长表示 文化国小对面的文化公园 校地占地一千多坪 过去因为杂草 每年都要花不少经费养护 还得使用许多的塑胶袋打包 非常的不环保 而现在有了这一对三羊的加入 不仅是可以放羊吃草兼除草 它们的排泄物更能够当作肥料 形成环境善循环 对于学生来说更是一场生命教育 你会看到羊为什么这么少 我们繁殖期过后 这种母羊生下小羊 我们留下母子跟高羊贵乳的画面 而把公羊或者长大的小羊 就送回它的出生地农场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循环 就是我们一样护生 一方面用羊来维护公园草皮 那羊吃了草吃了落叶 本身它也产生它的小便便 一颗一颗很可爱的小便便 又去滋养了大地 那第二个让孩子互生来亲近小羊 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教育的课程 校长表示从第一代的山羊到现在 学校应该有八只羊在校园当中 但现在却只看到两只小羊与他的父母 原因就是小羊出生之后只留下母子或公羊 而他原本的第一代山羊就带回农场出生地 进行更完善的照顾 也让这样子的生态成为友善循环 同时也让孩子护生来亲近小羊 带给学生爱护动物生命的教育意义 记者许多人一旦水采访报道 系纸香港社区固定每个礼拜三共餐 而且还会安排不同的课程 尤其是年纪大的长辈身体容易痠痛 所以这一季特别邀请了专业延缓老化的讲师 带着长辈们做有氧运动练练肌耐力 老人家拄着拐杖也跟着一起做 让自己更健康 搭配轻快的音乐 跟着老师的动作手脚都伸展开来 系纸香港社区关怀据点 这堂课聘请了专业的老师 带着长辈练练肌耐力 坐在椅子上伸展伸展 接着站起来摆动四肢 其中这一位尽管因为之前车祸 这几年来走路都要组着拐杖 但是他也跟着先生一起走出家门 每个星期三来上课运动 只说很健康也很开心 我喜欢大家 我每天都来运动 没有拐杖我不能走 但还是希望来动一动 对啊 我当然希望每天都有动 我们今天邀请的老师 是更新医院混联出来 这个延缓老化的老师 所以他很主动这个筋骨的 这样扭这样的 让你避免说 避免说你会闪到 或是会落枕 这个情形 让你的这个肌力 会一直坚加起来 邀请医院培训出来的 专业延缓老化的讲师 这一季带着长辈动一动 主要是因为年纪大了 肩颈还有后背都容易痠痛 透过有氧运动伸展四肢 练练肌耐力 来这儿有氧运动 先来比较用 先来比较外团 不然要一直困 一起做 我们真的教育 政府办这种亚伴 对老人照本 我们在办老人共产的同时 包作这个延缓老化的课程 我们做社会办这个外团 就是要让我们这些 老人生 我们这些长辈 大家有一个外团的机会 还有大家出来 开工一下 订单一下 因为自己这家在家 有点事实在很无聊 看电视 有点事实在都无聊 所以电路出来走走 给他订单一下 留一个课 身体健康 大家一起吃饭 比较处理 生活比较无聊 不少老人家险在家里无聊 所以社区也鼓励他们 多多走出来走动走动 安排的课程也很多元 有练肌耐力 也有脑力激荡 而中午时间一到 志工妈妈们就端出了 拿手好菜 长辈们每个星期 固定运动 共餐 生活变得丰富 有趣又健康 这场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 新庄复国礼 绿美化有成效 当地地长表示 为了体恤志工辛苦付出 将近百盆的环保值灾 用最简易的一项小妙招来浇花 就是花盆的这个起源点 连接一条水管线之后 就可以轻松的一次 完成六盆植物的灌溉工作 帮助志工们 节省了不少时间 绿美化有成的新庄复国礼 不仅如此 还能够将近百盆的环保值灾 用这项最简易的小妙招来浇花 让辛苦的志工朋友 省时又省力 这个经过我们的助理 他想出了这个方法 水管上面每一盆花 他有钻一个小洞 我们再一罐水住下去 照顾到六盆 这个是省时省力 让一公好浇花 过去压火要一盆 每盆每盆在压 我们现在助理大家 助理像这个方法 用一盆 一罐可以够六盆 所以现在使用很多时间 当地里长表示 其实这个小Pepo是里面一家工厂的助理所想到的 因为只要在花盆的起源点连接一条水管线之后 就能一次轻松完成六盆植物的灌溉工作 而且对防止灯格热也有加分的作用 至于我们的回收桶上面花盆有三个洞 是不要支撑源再生 也防止灯格热 所以我们早晚一定要来浇花 让水都重生用新的 结合环保资源 再加上创意的巧思设计 让原本没有生气的 巷道在小花的点缀之下 提升周边的视野景观 就像这张招牌写的内文一样 林花入世欢迎复国近在眼前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导 一旦违规没有失贝秀 只有警察秀 集成多点注意 安全与你相遇 大家好 现在帮您提示 可是如果您不知道怎么买 是说有家父母亲人 要求钱还是办法回款 一定会提供警察 边上市也应该 您的警察说这个仿车专属 规定的密码 阿嬷最爱吃粘的啦 这四人上海就算口味了 你知道吗 高兴 165 转诈骗电话资讯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检举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已对交通安全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宜实施机查取缔之违规太阳为主 如恶意逼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则以严重影响交通安全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连续为百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即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仍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携手马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政部警证署 感谢您 12年新北好茶 优质美人茶比赛 完成评审作业 今年共有141点参赛 评审针对香气滋味 茶叶外观 茶汤水色等项目进行评比 最后是由平林茶农苏文松 获得特等奖的殊荣 新北好茶 优质美人茶比赛 日前在实定农会三楼 进行评审作业 今年因为茶树生长期 以及采收期间的天气 都相当不错 所以不但产量增加 相对的品质也跟着提升 今年整体的品质上 因为今年我们的雨水 从春茶就开始非常的充足 那制茶的过程中 又很不错 遇到非常好的天气 所以产量提升 品质一定会整体的提高 那加上今年的小绿叶产 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今年的 有好的天气下 又有小绿叶产 着眼 所以整体品质 均交以往 更上一层楼 今年一共有141点参赛 评审针对香气滋味 茶叶外观 茶汤水色等项目进行评比 担任评审的茶改厂 文山分厂制茶谷谷长 潘伟成就表示 美人茶最独特的 就是有手果香和蜜香 汤色会呈现橙红明亮 滋味甘醇不苦涩 汤色一定是透亮 明亮 那不会混浊 香气以发酵的花果香为主 那再来的话就是 啄眼很强的部分 茶青非常的珍贵 品质非常的高 它的香气跟滋味 也会带有非常浓郁的蜜香 像家的蜂蜜一样 那滋味上一定会更加的醇厚 经过评审严格的评比之后 112年新北好茶 优质美人茶比赛结果出炉 由苏文松获得特等奖 苏文松曾经在106年108年 都曾经拿下美人茶冠军 制茶功夫相当厉害 而在比赛结束之后 优质美人茶随机新鲜上市 想要喝好茶的民众 要赶紧把握机会 可以向实地农会订购 电话是2663-1214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炎影夏日吃西瓜消暑 是最适合了 北部的西瓜产区 三枝西瓜进入了盛产期 为了行销三枝西瓜 三枝区公所跟三枝区农会 攜手举办夏日西瓜行销活动 将在7月8号的时候 在浅水湾的芝兰公园热闹登场 三枝知名的原生种西瓜 进入盛产季 为了大力的推广行销 三枝区公所与三枝区农会 攜手举办夏日西瓜行销活动 将于7月8日 在浅水湾芝兰公园热闹登场 现场精心筹备 紧张刺激的 现实西瓜大卫王比赛 让挑战的民众 在炎炎夏日 尽情的品尝三枝 党岭西瓜的消暑仙田 为活动揭开序幕 另外也邀集在地的 瓜农挑选 用心栽培的西瓜 参加西瓜评鉴比赛 选出今年最新鲜 最甜的总统牌西瓜 我们这次主办西瓜的行销活动 最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 因为美与的关系 可能西瓜产量有一些减少 那今年我们在疫情过后 也希望说透过七十三枝区的西瓜 它虽然产量少 可是它是品质非常的高 甜度也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个行销活动 在疫情过后 鼓励我们所有的朋友 来我们三枝北海岸地区游玩 也可以来品尝我们的这个夏日 这个西瓜 非常清凉消暑的西瓜 三枝区一山傍海 而西瓜多种植在滨海沙地 三枝农民饮用 杨明山清澈水源灌溉 加上受海风的吹拂 让三枝西瓜口感扎实 略带粉沙感 皮薄肉红鲜甜多汁 也为了适应三枝在地的特殊环境 农民大多选择不嫁接的 滑宝与富宝品种来栽培 甜度平均可达12度左右 品质是相当的好 那三枝的西瓜呢 它的特色是在于说 我们三枝因为靠海 那透过这个海边的这个沙地的种植 然后呢再加上海风的一个吹拂 那海风大家知道会有 海风有这个盐分 那盐分会让这个西瓜的甜度提升 所以呢我们三枝的西瓜 它除了有这个沙沙的口感之外呢 因为透过海风盐分的这个吹拂呢 让这个西瓜的甜度提升 我听农会的总干事是说 我们全台这个西瓜的甜度 我可以说是我们三枝这个甜度 可以达到最高的 也因为原生种的西瓜在田里长到九分熟才会采摘 想要购买优质的三枝西瓜 可以直接前往产地或是到三枝农会超市 与农民直销站来选购 而本周六将登场的西瓜行销活动 透过西瓜评鉴比赛 让瓜农切磋栽培的技术 更邀请在地的农友涉滩展售新鲜农特产品 三枝区长也欢迎民众 趁着产季来到三枝品尝西瓜清凉好滋味 也顺道地欣赏三枝夏季海上风情 纪小平和三枝采访报道 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一楼展厅跟特展室 目前正展出50分钟画自然环境永续特展 这次的展览是青少年图书馆跟好木田多元艺术美语学院 共同筹划 希望能够透过孩子们天真的艺术视角 唤醒社会大众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不管是海底的生物或是地面上树上的各种昆虫动物 缤纷的色彩与大胆的笔触 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这是目前正在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一楼展厅 与特展室展出的50分钟画自然环境永续特展 这次展览是青少年图书馆与好梦田多元艺术美语学院 共同策划 期盼透过孩子们天真的艺术视角 唤醒大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我们希望透过孩子的眼中 从对孩子的教育当中去传递我们对环境的关怀 大家看到的这个不管是他们画的树栏啦 穿山甲啦甚至是石虎 其实他们都不只是一幅画像影影机一样这样复制而已 其实在教他们画的过程当中会带入许多环境教育 我们主要是配合那个环境永续的这个议题 然后带领孩子懂得去欣赏大自然 然后进而尊重自然 图素杰老师强调 小朋友在提笔前 老师会透过观赏影片 心得分享等方式 启发孩子对生态永续的认识 而创作最大的特色 就是小朋友完全没有打稿 并且在50分钟内挥洒出自己眼中的自然世界 他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 他是透过他自己的眼睛 欣赏了这个自然 透过一只画笔 他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对 那画出来这个过程 当然他一定是有 我刚刚说的 他必须要把我们给他的一个环保 爱护环境的观念 他内化到他里面 然后这个动物 这个环境 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礼物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去爱护他 正在密室的穿山甲 还有背着宝宝的树兰妈妈 这两种动物目前都被列为保育类动物 在画下他们身影的同时 小朋友也深刻了解到如何爱护动物 穿山甲已经列入保育类动物 那他已经变得很少了 那我们就要好好保护他 他可能是被皮扒下来 然后做成一些东西 所以呢我们要好好保护他 不要再让他走到伤害 就是保护那个树兰 然后不要乱捕捉 然后让他们住在森林里面 此外配合这次的展出 青少年图书馆在7月23号上午10点 也举办了种子DIY课程 带领孩子懂得欣赏自然 爱护环境 将永续观念从小扎根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报名参加 记者沈小旦采访报导 为了提升洽工环境的艺文气息 新北市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艺朗 从即日起到9月30号 展出手机摄影老师周立宏的 勇敢与勇气 50后的故事摄影展 他的作品都是前往美国旅游时 以手机拍摄 透过独特视角 让人看见不平凡的景物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艺朗 即日起到9月30号 展出周立宏老师个人摄影作品展 主题为勇敢与勇气 50后的故事 周立宏23岁开始经营花店 和从事花艺设计 50岁之后 转职成为专业手机摄影师 这次作品是他和先生 前往美国圣地雅各 拉斯维加斯 还有著名的66号公路 马蹄铁湾 上下凌扬谷等经典所拍摄 看到各地的文化之外 我们还曾经在美国的这一趟旅程之中 经历了很多的一个不同的感受 就是说当你出去之后 你才会发现说 我们在这一个固定生活圈里面的眼光跟心态 其实是很大的不一样 对 那还有它的美景 它的风光 它的风景跟文化 其实也都不一样 它拍摄的一瞬间 其实透过镜头 那它补取了整个世界的一个美 那透过作者的一个经验 它的构图 包含了它的一个内容场景 那其实我们可以同时去 透过作者的跟镜头的眼 也同时看到作者在当下看到的 周立宏说 这趟一个月的旅程 他与先生自驾到处游历 算是他人生中的一种挑战 就好比50岁以后 转职交手机摄影 也是需要勇敢勇气 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看到的景色 我感受到的文化 还有那个氛围 其实就是让我在 我50后的人生 有更另外的一个看见 对 我想这个感受跟看见 其实是我一个很大的冲击 周立宏老师目前担任了 大同社大 武功国小 乐龄社团等相当多 手机摄影班老师 多年来也举办过数次各展 这次的各展 诠释他利用手机拍摄 他表示 现在人手一机 只要善加利用 每个人都能拍出好照片 其实手机它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 在现代其实你能手一机了 那你怎么去使用它 其实就是你在善用它的时候 你要常常去观察你的周遭 然后不管你到哪个地方 你用你的手机的这一个小小的一个框架的东西 去看看另外一个世界 还有看到它所呈现出来的美 同时他也鼓励大家 要实时保持对生活的热情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就像他一样 50岁以后继续活出精彩人生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至于双北地区有哪些最新的活动消息 请看我们的生活看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